這一把大概觀戰重點又在秋風的身上 是 越來越近了二條 一張就夠了 謝謝 就可惜這個白皮沒有啦 如果有白皮的話 孔中來了 助攻隊友 對 不錯 那發財還是會出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是就在炎翰手上 炎翰牌也是不夠搭 沒有辦法 有進牌才有機會打 沒進牌的話 這個發財應該是扣著 夠搭先打二萬丁下架 對啊 所以他有可能是 這就是邊左邊玩嘛 可能不玩 可能發財不一定這麼快喔 這樣子的話發財就要等一陣子 六桶來應該先下發財 唉唷 小三元成型 好 小三元確定 一進聽 白皮是不可能會有 這樣子彩瑞更不可能拆了 對 彩瑞這時候一定是拆鎖子 不會再去拆白皮 六九餅不錯啊 這個牌的話 一進聽 對 眼看也打不到六九餅 哇 六九吃到 來了吃到 聽牌三六萬 小三元聽牌 沒錯 只有吃第二張而已啊 對啊 只有吃第二張 其他都是用碰的 俊瑤晚上好 俊瑤好 打八餅 吃起來嗎 吃了有聽牌 不吃 今天大家的操作 這個八餅 他是在防北風嗎 不是啊 為什麼不吃八餅呢 吃了聽牌 對啊 今天這西風味都鬼遮眼了是不是 呵呵呵呵 對不對 對啊 真的怪怪的 為什麼 而且八餅算還 第一志願的牌 對不對 對啊 八餅很漂亮啊 好 看會不會又有個什麼差別 恭喜 你吃了就沒事了啦 剛剛一次是西風味的秋鳳姐妹胡太 放臭一色 這一次是眼看不吃聽 被自摸小三圓 其實我打牌是 我有安全門可以下 我就會打 不是啊主要吃聽打北風 吃聽 對啊吃聽打北風 眼看就是要四喜 可是這不是梅吧 我只能這樣解釋啊 就是他把他的降落碰掉對不對 他可以去單掉北 是沒錯 但是這時候北風沒有人會打 他主要是 他是碰在外面 吃聽四七餅是蠻漂亮 而且他們這隊又領先喔 不用去做這台術啊